还有你先帮你先老公把无犯罪证明给罢了 别让我们家一个犯罪有一个罪犯大家也带着 我们家有个女儿还很小知道吗 那我这件事就过去了 没过去就失怀就完了 结果我跟他交涉我说孩子十九号放假 能不能回北京 给我发了律师喊不行 凭什么呀 我跟他是共同府一样好吗 我还是屏幕带过来啊 你怎么是我孩子 北京孩子 黄什么来着黄春梅 我都忘了叫什么了 我真的质问你 为什么就不让我爸妈见我们家孩子 每天就是 哎呦飞我爱你哦 好爱你啊 好爱孩子 然后干着最狠的事 真让我他妈就是恶心 跟我这说三到四 哦飞啊飞 咱们都爱你哦 咱们都爱你哦 啊孩子怕疫情 怕疫情 你妈 你他妈咪的劲 一天三万多 我说什么呢 别这么贼人 他们当不了的立牌吧 北京就已经怎么了 北京就已经过了怎么了 北京就是疫情 我是他爸 我跟他照好的 我是可以去 我爸妈怎么去 人家不给他们 人家不给他们签证 怎么去 给你们家留面子 留到头了 可以了 留不了了已经 给你们家留面子 留到头了 我告诉你 18年那些东西 非要我他妈甩出来是吧 他妈个恶心 他根本就不管孩子 我们家阿姨三年没回来了 而你每天在他躺着 你管过孩子吗 你管过吗 他那个律师叫赖什么御方 那个女的啊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典型的那种挑人事 搞事的一个 假装女权主义的人 这个赖御方 收了 你不少钱吗 说你不少钱吗 那律师费谁给的 我给的 我给你律师费 给我打官司 我就是忍无可忍了 已经是 拿孩子要挟我 所以我就拿孩子跟我说 前面签我都不要了 但是孩子不能回北京 你要挟谁呢你 真的想跟我和解你知道吗 找律师跟我谈 你的律师赖御方 律师把我招着了 招着我底线啊 除非你把它换掉 知道吗 滚蛋 你换心理师跟我谈 我还奇怪呢 六月份 你就开始找赖律方律师 我还奇怪 你一直在问服务员 谁跟你打离婚呢 我那玩奇怪的 我问你问这干嘛呀 你早有预谋 还有 你啊 先帮你先老公 把无犯罪证明给罢了 别让我们家一个犯罪 有一个罪犯 大家带着 我们家有个女儿 还很小 知道吗 知取 你说也像他们家小的那个老公一样 知取是吗 我没这智慧 我谢你 你别送我见见王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 有什么可遮情路的 这件事没有什么可遮情路的兄弟